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蜜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蛋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4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亦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字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簽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盆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盆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向金牛座的三度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看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 一堆紅色的線在這裡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圖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圖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欠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rb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欠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圖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麼動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這些什麼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 先識的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角行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圖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一點 行星 行路角行 我現在是說 行星 fixed star 原來這個金牛造的三度左右 有一顆叫charitan 這樣叫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injury 受傷 危險 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實工 MC這裡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裁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也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 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星星講的信息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尖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趨吉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還差過 那些無聊的照片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也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帖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帖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在15個星雲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就麻煩看看下面這個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不是說延歸正傳 快點 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天蠍座的朋友 在這個農曆四月 麻煩你們隨身都戴著紙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會忽然之間 經常有很多好好的巧合 好好的靈光一閃 即是這些 即是那些什麼 ideas 即是那些什麼 muse muse 哎呀我剛剛想說什麼 靈感 靈感 如果你們不特別去記 你又不去 將這些東西 趕快去carry out 的話 這些ideas 又不特別去記錄的話 如果之後 忘記了 那就很可惜 很浪費 如果你說 在現今世代 那些人都不寫字 那你便隨身 那個電話 就去開錄音功能 有時候我也是 我走路有什麼 我無端端想起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打字 我會在那個 我的電話 Samsung Note 就在裡面打字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怕不方便的話 那就錄音 其實很方便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說 沖浴的話 其實我也有些法寶 去分享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我沖浴 都會無端端想起一些東西 還有ideas 這些東西是很奇怪的 你一想到一個idea 之後的ideas 就會全部跟著來了 那你說 哇 沖一個糧 我怎麼可以這麼快 記得那五樣東西 那你便在每一個idea 裡面找一個keyword 去提醒自己 OK 可能你第一個idea 你是想到 即是想到 待會要去超市買 即是明天要去買蘋果 即是明天要去買蘋果 那你便跟自己說蘋果 OK 然後第二個 就是要入錢 那你去銀行入錢 OK 那你記住入錢 那你 每一個idea 你拿兩隻詞語而已 那我當你有五個idea 你便有十個字 即是一個兩字詞 OK 然後你沖一次糧 你想到五樣洞 那我最後都是叫你記五個詞語而已 十隻字而已 那有多難啊 那你便當背首詞 很簡單而已 那不要浪費了自己的一些 突如其來的靈感 OK 而且呢 意思同時就是說 當你們有一些 很想做的事情 有一個衝動 就真的要助言起行 就不要一股作氣 在而衰三而揭 因為呢 當你們去懶 或者經常去擔於日落的時候 其實又是會浪費了 當初的這個衝勁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呢 原來身邊很多人 都經常去找你去玩 在這個香港 現在大家都經常 你在家 那為什麼會去玩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們去違反限聚令呢 那麼頑皮呢 OK 說笑而已 是不是嚇死大家 OK 好了 但是呢 我就想說 其實我不一定是說那些人是選友 你不要覺得 哎呀我想做正經的事情 想有一些很好的事情 要去carry out 然後有一些選友 就找你去玩 其實那些未必是選友 只不過 如與紅掌不可兼得 做人一定要有取捨的 他們可能是找你做一些健康的活動 OK 我當 我當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 我塔斯亂臨 有時候我忽然之間 很多business的時候 然後我weekday又忙 我星期六都忙 我只可以剩下星期日 才去忙一些 即是算命 因為我算命都要大家去等 那我 每日weekday又忙 星期六又忙 那我唯有在星期日 要去做這些 但是有些時候 我有些行山群組 他們不是選友 我們去行山很健康 但是要取捨 你要服務得客人的時候 你就不能去行山 跟你們天傑坐你們今期的運勢一樣 如果你們有些事情 是自己想去做的話 你們就不能去玩 我不可以說他們是選友 但是你們要懂得去時間分配 所以今國農曆四月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可以 有些什麼想做 都真的可以自己做到 還有我不是叫你斷六身 但是 如果你要達成一個 自己想達到的目標 一個重任 有時是要學會孤獨 記得 還有記住 學會alone 不是alone alone 不等於alone 大家要好好心思這句話